虽然女嘉宾也曾经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姻 这一段婚姻算是跟幸福那边绕个道 那时候太年轻 你想要的幸福是啥样的 首先有语言交流 要精神方面的 对 不要什么钱不钱 不需要 再就是一个她懂得付出和关爱的人 因为我的付出我想能换回来 小孩说长得好一点 会说话的 才有别的事 对 刷下去 对 小姐 这儿挺好 挺会说话 你等来等去 等来等去的 她就跟我说 四十五对 就什么东西会打动你 你去关注我的话 就能会打动我 晚上回来晚了 在哪儿了 对 安排安全呢 对 身体好 语言上美一点 会说点 对 会安慰 对 给点温暖 对 突然有一天 女人坐在床头 两人哭 你咋劝 你不到用啥 咋见了 心情不好 笑了 满身的 这种问可以吗 怎么不行呢 那两个在一起呢 就什么都说 对不对 她要不说呢 那也不好办了 都不置身 都不会怎么说 什么说 实际上 其实说会有一个老头 一心一意味你 一样的干啥 一不能做二 这是最好的 女嘉宾 因为你说了 一个男士懂你 他算懂你吗 不懂 那女人实际是最好 对 他们没有那个心 你喝咖啡 允不允许对方 哎呀那味太难闻了 谁 无所谓 这边就菲利格尼亚的 吃大蒜 也是可以的 你要是不出门 在家都可以 穿衣打扮上 所有的衣服 几乎都是精心搭配的 是吗 差不多 你每次出门 上楼下买菜 也是这样吗 只要出门 就是必须 我就是休闲的衣服 他们都说好看 反正谁见着我都说 哎呀你这太漂亮了 我说我会有这种感觉吗 所以会要求对方也 要打扮 我会打造对方 就全权交给你负责吧 对 所以说你的生活精致 你需要对方 跟上你的脚步吗 之前不具备 不重要 重要得跟我在一起 我让他具备 因为我有这天分 我会打造男人 那如果对方真的是 多少年的习惯 就是这样改造不了呢 不能随和这个生活 怎么进行 进行不了 所以你在开始找的时候 就要按照你这个品质 去找 对 好 全是在女的不好日子的 巧笑倩兮 美目盼兮 你就是生活在那样的一种世界里面 很多人都会误以为你不会有烦恼 但是我相信人活在世界上都会有烦恼的 是不是这样 看你怎么来排解 怎么来对待它 对 是吧 对 所以我这话是给大哥听的 你知道吗 多开导一下自己 积极地去面对生活 而不是觉得 这个也对不起我 那个也对不起我 怎么就对我这么不公平 如果你成天要是陷入到不公平的这样一种怀疑的态度里面 相信这样的一种孤独感会越来越延长 你只有去面对它 你才能够知道优势在哪里 缺点我怎么来做 怎么来改变它 好 接着请二位来到我身边来 有请 好的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女嘉宾可以说是在享受生活的过程当中去感受着幸福 这点点点滴地生活的小细节 确实是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枯燥的生活营造的非常的好 所以我也希望男嘉宾应该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去享受生活 就可能在你床头摆的一颗花 他盛开的那一刻也能让你感受到愉悦 你要去发现好不好 我觉得每个人的生活无论条件好与坏 你都要有品质 而这种品质并不是用钱来衡量的 好吗 来接聊请我们的女嘉宾 先稍后休息 咱们一会儿见好吗 OK 谢谢